中国大陆相机镜头模组跟触控面板大厂欧飞光 去年7月被美国制裁 半年来股价竟然是腰斩 最近又传出欧飞光要出售华南厂给力讯的消息 更造成了股价雪崩 即苹果3000宠爱于一身的力讯 也传出被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启动了337调查 看来入场 不管是有没有苹果的加持 美中交二之下日子都不好过 欢迎收看Today才知道 我是阮木华 美国商务部工业跟安全局去年7月 因为新疆问题 把欧飞光在内的11家大陆企业列入了实体清单 欧飞光过去几年靠着低价抢单苹果iPad iPad mini的触控面板订单 排挤了台厂TPK成宏 GIS夜城的订单 进而形成 苹果触控面板的三强分时的局面 欧飞光去年被列入了实体清单之后 紧接着就传出被苹果 踢出iPad触控面板控制面的消息 当时市场就联想说 欧飞光苹果的份额 将会由TPK跟GIS分时 那转单的消息 确实也促使去年7月到8月这段时间 TPK跟GIS的股价在利多加持之下颇有表现 但是去年9月 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缓步的往下跌 尽管去年9月到12月大盘是大幅上涨 但是就是带不动触控面板的这两家公司的股价 投资股市要知道的是 股价往往都是领先消息的 股价会涨会跌背后都有驱动力 果然9月就传出欧飞光的苹果触控面板的订单 大多数都是转给了同样是入场的蓝丝科技 证明了苹果一心想扶持入场的策略 并没有因为美国政府的制裁有所改变 那苹果如同扶持力讯般的扶持蓝丝科技 等同牵线力讯吃下伪创昆山 iPhone的组装厂的路子 苹果又牵线蓝丝科技吃下了可乘的泰州厂 看来力讯跟兰斯 未来都是苹果在大陆一线的合作伙伴的地位 是很明确的 但是相对苦的就是欧飞光了 被苹果甩掉之后 股价受到利空接二连三的打击 从去年的7月的23块人民币 一路到大跌到今年初的12块附近 才止跌 几乎是腰斩 而才一开年又传出欧飞光要出售华南厂的消息 虽然被否认 当然是仍然造成了股价再次重挫 欧飞光的华南厂是2016年收购 Sony广州厂 目的就是为了进入镜头模组市场 也因此欧飞光才能打入苹果的供应链 华南厂占欧飞光60%的营收 如果欧飞光真的是转售了 就证明 它不仅仅是被苹果踢出了 iPad触控辨板的供应链 恐怕连iPhone的镜头模组的大饼也没得吃了 苹果的iPhone镜头模组 LG InnoTech占有50%的比率 Shop占有30% 欧飞光取得了10% 其中 LG InnoTech 针对iPhone系列的iPhone 12 Pro跟iPhone 12 Pro Max 提供了三个摄影镜头加上飞时测距 就是TOF的模组了 如今欧飞光被苹果剔除在新的iPhone的供应商名单之后 包括LG InnoTech跟Shop都有可能会增加提供产品的数量 这也难怪 Shop今年的股价就大涨30% 只不过一路顺遂的利讯最近也是被盯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1月21号表决就通过了 依照1930年的关税法第337条 对在美国销售的特定电子的连接器 还有就是保持价 原件 下游产品 涉侵犯美国企业多项的专利权这件事情 启动了337调查 涉案的入场 就是利讯精密 这起调查案是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起针对入场发动的案子 再加上拜登任命的新的贸易代表戴琪 他有台湾的背景 而且通晓中国事务 市场都在观察后续案件的进展 以作为拜登对中国大陆政策的试金石 还喜欢今天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下方的爱心 并且分享给亲朋好友 也请订阅LiveToday的官方账号 就不会错过芯片了 Today才知道 天天带你掌握全方位的财经资讯 每天下午1点 LiveToday的理财分类 准时上线 LiveToday的理财